大家好我是David 我們這次提的是智慧健檢平台 隨著年紀的增長 所以大家應該都會遇到健檢的狀況 我們其實有遇到一些經驗 健檢其實蠻花錢又蠻花時間的 可是你會不知道說 你這個健檢到底有沒有效 甚至你也不知道這些項目 到底是在檢查身體的那些部位 那時候也有一些 數值是正常 但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你可能有一天就 突然就檢查好好的 然後就得癌症你可能就死掉這樣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就是健檢就是在使用者方面 其實有時候並不是這麼的精確跟有效這樣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健檢就是 不管時間啊 金錢啊 或是值十其實都是一個蠻高的成本這樣 所以我們這邊想要做的東西就是說 我們可以希望讓我們身邊看到三種人 不管是花大錢在做健檢的 或是說 就是逃避做健檢的人 都可以透過這個 健檢平台去減少不必要的支出 比如說 呃 我們可以減少不需要的健檢支出 然後或者說 我們可以提早知道說 有哪一些可能是要先提早追蹤的這樣 對 那因為我們這個算是一個蠻前期的提案 所以我們目前很多的想法 跟很多的實作細節 其實都還在構思中這樣 所以我們有一些想要做到的事就是 第一個我們就是減低我們的成本 然後個人的健檢成本 或是說 進而降低就是台灣整體的醫療支出這樣 然後對使用者來說我們也可以 去清楚的了解說 他這次所需要健檢的項目的細節什麼 而不是一些很艱深的專有名詞這樣 對然後我們也可以提醒使用者說 可以讓他了解說他更需要的健檢的項目 那可能是依據他的基本資料這樣 對 然後目前有一些比較粗淺的構想 就是說我們可以讓他先填一些基本資料 然後我們這些基本資料 我們可以去反會說 他推薦的一些檢查的項目這樣 對那我們可以依照分級這樣 那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可以推薦說 他政府有補助的一些健檢項目 或是說他自己覺得重要的這樣 然後或是說有一些問卷的數位化這樣 那還有很多構想我們都還在構思中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可以去徵求有醫療背景跟律師背景的人 就是可能包含醫療法 或是說醫療現場的一些實作的美感這樣 然後或是說可能只是單純好奇或是想要改變 或是你可能就是健檢的時候就覺得很阿朵 所以就想要改變這個健檢的現況的人這樣 那我們就很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這樣 那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